关于蛤蜊 我觉得我有必要告诉你两个事实 第一个是 它们相当长寿 已知活得最久的竟然有507年的高龄 普通的活个上百年哪都是小case啊 你还好意思吃它们吗 第二个是 它们可能很快就会有属于自己的工会了 因为人们发现相比起吃掉它们 雇它们干活反而更有价值 是不是西齐他妈一开门发现西齐到家了 这事发生在波兰首都华沙 一座人口超200万的大城市 而手握供水大权 为人们提供干净饮用水的 正是蛤蜊了 准确的说 是由八只蛤蜊组成的水质监测委员会 它们是这么工作的 首先科学家会从野外筛选出一批蛤蜊员工 带回实验室 进行一个为期大约两周的驯化 在此过程中 它们的壳的自然张开程度会被详细的记录 以便后续交给它们合适的工具 我们都知道 蛤蜊会留下一个微小的开口 并通过过滤水来进食 一个小时之内 一只蛤蜊可以过滤并分析1.5升的水的质量 它们只生活在完全干净的水当中 如果感觉到有任何的杂质 它们就会立刻关闭它们的壳 所以到了第二步 驯化完成的员工们 就会被放入到一个专门设计的流动潮中了 它们连接到流过华沙城中央 维斯瓦河上面的取水系统的控制器 而这一套控制器又将数据发送到计算机 该计算机则记录着蛤蜊一直打开的程度 如果水质恶化 蛤蜊就会关闭它们的壳 以将自己与受污染的环境蛤蜊开来 这便马上出发了警报 并自动关闭取水 答案 如果这么重要的工作只交给一只蛤蜊 万一它偶尔摸个鱼 困了累了 关上蛤蜊 歇一歇该怎么办呢 所以这套系统才会让8只蛤蜊同时作证 只有当其中的6只都做出反应时 系统才会真正的切顿 为了不让蛤蜊慢慢对这里的水质产生习惯 它们只会上岗3个月 随后就会被打上标记送回到原来的水域 被另外一波新的员工替代掉 而这些标记可以算作是它们的荣誉勋章了 它们能够避免这些蛤蜊被二次强迫劳动 使它们的退休生活安宁远离纷扰 否则工会肯定是不干的嘛 开个玩笑 我觉得这种跟生物合作的形式就非常棒 首先是互惠互利了 其次还永远不会发生通过贿赂蛤蜊 来掩盖水质污染的情况 它们始终都是最公正客观的 所以最后你觉得我们也可以借钱回来吗